最近林万雄情绪不稳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连你也不跟我说实话 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 要不然问问金龟子吧 他们俩是同学 这我知道 我是说 林万雄是不是失恋了 倒也不是失恋 那是什么呀 我也说不清楚 你不是说不清楚 你是不想说是吧 不错 下次改过的样子 我是球手吗 打吧 怎么打 走全球 三百码球道去 那是什么 我说不清楚 你不是说不清楚 你不是说不清楚 我可以打算 那是什么 就不破片了 我可以打算 你不是不破片了 我可以打算 你是不是不破片了 你不是不破片了 怎么会这样 你这是左旋球还是右旋球 你给我起来 我让你起来 不是球干有问题 是你脑子有问题 你也不能保证每干都能打好 你 你能跟我比吗 你是球手 而我不是 你最近总冲我发火 我看你就紧张 你紧张什么 我就是紧张 不是我想跟你发火 你知道吗 我让你来打球 董事会的意见就不一致 我不告诉你 是怕影响到你 你打不好球 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吗 你要是有点脑子 你就会想到 在哪里都有竞争 哪里都会有意见不一致 这些我都不想让你知道 我只要你好好打球 你要是打好球了 别人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打好球了 我使不了不及 你 不是 不是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位外国老板 答应带我出国 然后娶我 对不起 我们早就彼此不合适了 我知道你也喜欢她 可没想到今天 却落得让你笑话我 我并没有笑话你 以前只是 有些嫉妒你 但我并没有恨你 因为我觉得你是有资格追求她的 我有什么资格追求她 她想找一个有钱人 她想找一个有钱人也并没有什么错 现在谁不想发财啊 只不过 我们都不是有钱人 你怎么这么想得开啊 那我就白费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怎么办 难道你想要回来啊 能要的回来吗 你真想得开啊 我不是想得开 我能历见你的痛苦 就像现在 有人突然宣布不让我打球了一样 我也会喊 难道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就白费了 现在万幸的是 我的爱情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 也没有人剥夺我打球的权利 瞧你得意的 我这么痛苦你倒得意了 我得什么意 我只不过想劝劝你 帮帮忙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你再劝劝她 就一次 好吧 我再试试 但成不成跟我没关系啊 谢谢 拜托拜托了 来 进来坐吧 进来坐吧 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我待会还得下场了 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还得去冲个凉 你和打公仔的事儿 就没有和好的余地了吗 是她打电话给我 她让我劝劝你 其实 我也不太会劝人的 对不起 我不想谈这个事情 其实 我也不想怪 难兽 兹兰 你来了 怎么 我还不能来吗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你看 我走了 金龟子 金龟子 你这一来 可把金龟子给救了 你是什么意思 那我是该来还是不该来 没有该来不该来 他来找你干什么 是我找他 你找他 是大公在让我找他 他们分手了 分手了 那你现在 是有机可乘了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 我喜欢的是你 是吗 你不相信啊 我信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 去叶大上学的事 如果你想去 我就陪你一起去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那我有空去跟刘经理说 好 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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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对 我觉得啊 你们俩没戏了 你来了 你好 你来啦 你好 上车吧 金龟子 金龟子 请 黄老板 真没想到你许愿这么刻苦 你怎么来了 你认识王家 大名经典的黄老板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你太客气了 请坐 好 冯老板 你这么着急的找我来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也没什么大事 只想跟你说说咱们三七开合作的事情 那个事咱们不是谈好了吗 是 你不知道 我刚从陈行长那来 他已经答应我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这点你大可放心 你这可是在向我暴露你在资金上短缺的弱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不把你当外人 那可不对 咱们两个可是将来的合作伙伴 现在又是谈判对象 怎么能说不是外人呢 不过既然你这么说 我很高兴 你现在的主要对手啊 是许华 人家许华在这个资金上 可比你有实力 他刚刚开发的楼盘 获了十大文化楼盘奖 你看看 这儿的 好 今天的报纸 我看看 哦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余总 你怎么想起来请我喝茶呀 别别别 德明啊 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这么叫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在刘梅办公室 她叫我余总 我愣了半天 硬是没有反应过来 哎呀 今天 我请你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上次求同保险的事 你跑前跑后 帮了我不少忙 我呢 请你喝杯茶 啊 太客气了 你和刘梅关系这么好 没必要和我套近我 哎 话可不能那么说 刘梅是刘梅 你是你 我这个人呢 就好交朋友 再说了 我还得向你 请教高尔夫球技呢 谢谢你看得起 谢谢你看得起啊 哎呀 你呀总是那么客气 德明啊 你不觉得咱们俩能坐在这喝茶 就是一种缘分吗 你说呢 来 喝茶 保险业好做吗 好做吗 好做啊 怎么说呢 不好做 非常不好做 不过呢 我们公司的业绩 还是在逐年上产的 哎 你的保险买了吧 没有 你怎么能不买保险啊 你们香港人不是很重视保险吗 我常年在广东 不怎么在香港待着 那也不能不买啊 我是个生活很没有计划的人 哎 德明啊 你这个生活有计划没计划 这不是大事 可这保险 你可不能忽视啊 嗯 这么这么 我送你一年的保险 啊 就当是我 对你表示感谢 啊 太客气了 哎你别客气 啊对了 我还真有点小事 想请你帮忙啊 什么事你说 嗯 你能不能帮我 弄一份你们求会会员的名单 会员名单 对 你们那儿 可是一个藏龙卧骨的地方 你是想 哎呀 德明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能去你们那打球的人 都是什么人啊 任何一个人 都能拉一笔单 这些人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大胆 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 哎呀 谁让我们是做保险的呢 我跟你说 这世上最可怕的 就是我们做保险的 哈哈 没办法 职业病 你给我什么好处 哎 公司的计划呢 是给你5%的回报 你可别小看这5%啊 如果是一千万的话 那可就是五十万 太低了 我不干 哈哈 那我给你8% 图个吉利 这样行了吧 低于10%就免谈 哈哈哈哈 哎 行 我就当叫你这个朋友 好吧 咱们就这么定了 我可等你的好消息 哼 不过很可惜啊 会员名单只有总经理 刘梅和办公室主任有权过问 你还是找刘梅吧 哎呀 这个我知道 我帮不了你 哎呀 咱们可以 不让别人知道吧 不过我要告诉你 会员名单在蓝鼎会所 是很犯忌讳的事 谢谢你请我喝茶 徐大哥 恭喜你 看 你们获奖了 谢谢 我知道了 都登报纸上了 是啊 或第四呢 红树湾海上家园 哎 这对你们开发荔枝村 肯定有促进作用吧 也许吧 不过我对开发荔枝村 一直都没有失去信心 你那么有把握 把握还很大 可是 我觉得黄水生和冯雨时 不好对付 真正不好对付的人是我 只不过我没跟他们使出来 徐大哥 我觉得你这样子 挺可怕的 让人琢磨不定 你是说我心狠手辣 我只是说在生意场上 我呀是不会轻易动手的 只能说是以牙还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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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刘美 你猜我刚才干了一件什么事 是不是又拉了一个大单 不是 再猜 那不会是白天不上班又做了什么梦吧 你这么说还靠点谱 是我 把我的梦境写了近五万字的东西 然后我刚才给欧洲的弗洛伊德研究会发过去了 真的 你真写了 那可不真写了吗 我刚刚给他们发过去 怎么样 还行吗 你还真行 你说我不留一双行吗 万一将来哪一天我失业了 我还要以写小说为生呢 到时候 你投资咱们拍一部电影 我哪有钱 不过 到时候我可以让许大哥帮你投一点 你是不是跟许华在一起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并不重要 其实 其实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都挺合适的 你再瞎说我把电话挂了 别别别别挂 刘梅 我还有一件事要求你呢 你说吧 你能不能把你们求会会员的名单给我一份 你想干嘛 还不是为了拉单吗 不行 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会员名单 这是行规 刘梅 你也知道 我们的业务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做的 我想 那也不行 请你别说了 你要是有空来球场打球还可以 好吧好吧 那就这样吧 来 徐总 徐总 黄水生这段事情跟冯雨时联系最多 冯雨时答应和他三七分账 至于给他多少好处我就不知道了 你给我拨他电话 喂 黄大老板 你最近几天挺忙的嘛 徐老板 你好你好 几天不见还真有点想念你了 我也是挺想你的 什么时候咱们再打一场 哎呀不行啊 我刚才又约了别人了 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嘛 你想我是假的 不是不是 改天我一定约你 怎么样 好啊 你现在可是春风得意啊 你绝对是不想见我呀 是不是 你放心 我一有时间就约你 好不好 好 那咱们说定了 啊 你可别让我等的时间太长了 啊 你就放心吧 好 许总 我没说错吧 荒水生就是个老八头 荒水生就是个老八头 好 喂 你好 牛经理妈 你好 请问回宿是不是泄密了 怎么回事 有人到我这里来拉保险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有这种事儿 千真万千 请你查一查好吗 好的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过来过来 欢迎再来 好 这个挺好了 那就可以了 好吗 小张我找岳老师 等一下 好 喂你好哪位 刘经理妈 我们会所不是说 你有保护我们的严死吗 是啊 为什么保鲜公司 会知道我的情况 是不是会所透露出去的 有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会所向外透露的 目前我想不出有什么去的 对不起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到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如果是真的 这会影响蓝天的声誉 希望你们重视一下 谢谢 这两天有几位会员朋友向我询问 说会所透露了他们的个人资料 这怎么回事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投诉 已经有两个老板给我来电话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知道什么 在事情没弄清之前 任何人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你这什么意思 你怀疑是我泄露了机密 只有你和办公室主任 才有打完鬼的钥匙 哦 对了 有这样一个情况 前几天有一个保险业的朋友 向我要过咱们会员的会员名单 被我拒绝了 呃 是不是余建新 是谁你就不要管吧 余建新前两天也向我要过 不过我没有给 那是谁给他的 你怀疑是我 我怀疑任何人 在事情没弄清之前 我怀疑任何人 但这绝对是你工作上的疏漏 好 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真难得你请我喝一次咖啡 我们俩很长时间没有单独在一起聊天的 以后恐怕就更少了 是吧 是不是 现在许华已经代替了所有的朋友了 许华至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不明白 你以为我约你出来跟你谈情说爱 跟你谈你的美梦吗 你今天怎么了 我问你 你是怎么把会员名单搞到手的 什么会员名单 你装什么装 你说清楚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你上次向我要过的我们求会的会员名单 我说 我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是我们的机密 许多会员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怎么说 你搞到了 我们公司确实拿到了名单 是谁给你提供的 刘梅 刘梅 这也是机密 好你个余剑锡 我现在总算认识你了 你是在害我 你知不知道 不 有那么严重的 我会调查清楚 刘梅 刘梅 你别生气 我们公司确实拿到了那份名单 但具体是谁搞到的 我也不知道 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刘梅 刘经理 你好 我董秘书 哦 董秘书你好 关于会员名单泄露的事情 已经有人向董事会汇报了 董事会要求你要写出书面的报告 并且尽快解决此事 下周三让你来董事会汇报情况 好吗 好的 我知道了 再见 再见 罗经理 我有个情况 想向您反映一下 说说看 怎么了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妹妹 在这儿当过囚童 她现在去了 于建新的保险公司 你是说 王主任 我只是随便猜猜 是余建新吗 刘梅 你好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那件事情我查了 你们办公室主任的妹妹在我们公司工作 名单就是她搞到的 我也是打电话正想问你这事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对你影响这么大 这不关你的事 现在查清楚就好了 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尊敬的董事长 各位董事先生 今天会员名单泄露事件 虽然已经查清楚了 但是 这导致了我们求会的被动 我是经理 我有责任 是我管理不善所致 在这里我请求董事会给我处分 我的发言完了 各位董事 关于求会 会员名单泄露事件 已经查明了 虽然已经把当事人 做了处理 但这件事说明 在我们求会里 员工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 刘梅刚才说她有责任 她的责任 是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不够 我一贯主张 用人要看她的长处 众所周知 自从刘梅 当了我们蓝顶求会的总经理之后 我们蓝顶 在蒸蒸日上 这些是有目共睹的 我也不多说了 关于刘梅自己 请求处分的问题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刘梅 请你回避一下 关于会员名单泄露的事情 我先发表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事情的发生 从我们整个管理上来讲 是一个警示 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 我建议 在我们职工内部 给刘梅经理 通报批评 我认为 吴董事 刚才讲得很有道理 那么我完全 同意 吴董事的意见 现在 请大家 讨论 我觉得这个 陈吴两位董事 刚才的提议 很有道理 这样的话 对我们这个 全体的员工 吴董事 是一个警示 言以为切 我同意 两位董事的意见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听说 对你的处理决定下来了 是啊 不是免职吧 要是那样的话 我也走人 你不能这么说 无论怎么处理我 你都要好好地打球 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处理的 处理得很轻 你不说了就算了 只是 扣罚了这月的奖金 那岂不是没钱了 那也没什么 我去打一份工 不就好了 那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吧 去哪 续花家缺一个保姆 看我不打你 看我不打你 看不见 方老板 今天打球怎么搞的 老往沟里扔啊 这人要是倒霉啊 该往沟里去的呢 他不往沟里去 不该往沟里去的吧 他非往沟里扔 看来啊 你是该歇一会儿了 行 你来打吧 好好 那天你说让我帮你 怎么帮你啊 还不就是黄水生那点事 其实也无所谓 你别着急 咱们呢 见机行事吧 如果需要的话呢 我就找你 如果不需要的那就算了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哪位 你好啊 刘经理 我是方杰啊 方杰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是方杰 这个怎么说呢 哎呀 我确实痛苦了 很长时间了 想请小菊吃个饭吧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 他又不接 所以我想求你 帮我把小菊约出来怎么样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嗨 我也没别的意思 我家里那点事 也许你也听到了一些 我现在是可以告别 我现在是可以告别昨天 重新生活的人了 你该能不能帮我把他约出来 不就是约吃饭吗 说得那么费劲 那行 我给他打个电话 回头打电话给你 那好啊 我就先谢谢你了 好 就这样 再见 是方杰 让我约小菊吃饭 哎 咱们一起去吧 好啊 为了刘梅 我当然要去 怎么是为我啊 大家高兴吗 哼 就是为了她 是 我承认 是有些女人不看重钱 但是 有一定层次的女人 她不是光用钱就能收买的 有钱能买女人心哪 只是个时间问题 哼 反正 我不是这么感觉的 在我们身边 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情 难道你生活在真空里吗 我不是说我生活在真空里 我觉得世界上 有两种女人 一种呢 是为钱而生的 另外一种呢 也是为了钱 但同时 她又为了别的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比如说 有的女人 是为了个性的发展 也有的女人 是为了支持妇女解放 还有些女人 就是喜欢凌驾在男人之上 但有一种女人 就是为了感情 甭管是为了什么 都跑不出先生存后发展的社会规律 拿什么生存 啊 钱 我承认 钱只不过是一个最基本的需要 可不用说女人 就是我们男人 又有几个能脱离基本需要的呢 对 所以呢 有的女人 她还就是脱离了最基本的需要 我还不说别人 你说刘梅吧 就目前而已 她绝对不可能 是光为了钱 去嫁一个她不爱的男人 嗯 罗小菊呢 你看罗小菊怎么样 她是一个 不好说呀 能用钱打动的女人吗 哎 小菊呀 我觉得小菊是一个 相当有追求的女人 她是一个 单纯质朴的女孩 你是说 她有事业心 当然了 你别看 小菊她现在 每天这个酒吧 那个酒吧的去唱歌 但是 她绝不是一个 低俗的女人 嗯 算你说的对 哎 光算我说的对 有什么用啊 我说哥哥 你自己这事啊 还必须得你自己去解决 今天我累了 不想跟你争了 哎呀 反正你也别替我着急 我是山人自有妙计 哎呀 反正我觉得你们这事啊 不靠谱 不过我这么说 你可别生气 我还特别想问你一句 你跟小菊 这次是认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不认真了我 那你为了她能把什么都舍弃吗 哎 哎 该舍得也得舍了 骑车到站了 该停就得停 尽管 是很痛苦的事 嗯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什么山人自有什么妙计 什么妙计啊 我请刘梅啊 我罗小区约说吃饭 我约不动她 怎么 我说什么 刘梅答应你了 答应了 嘿 我说你行啊你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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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明 你说 我现在在叶总会唱歌 我什么时候才能在叶总会唱出名堂来 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像在混饭吃 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像在混饭吃 你 你 说你当了 当了很多年多年 不 在乎 失去 的 青春容颜 在甘步 小伙子 都是 逃步于时光 正悄悄地抓换 心情和岁月 也慢慢改变 就算是沧海 沧海变成了桑田 也不会离开 离开我的视线 生命有限 心情关热